大家好,这里是绿正悟空i4u 今天是2019年11月28号 这个视频是我录制的有关王立强间谍案的第六个视频 今天的内容呢,连我自己都感觉有点hold不住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向心他名下的公司 其中有一个公司叫做中国趋势控股有限公司 关于这个公司呢,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 这个公司2017年的annual report,也就是它的年报 那这个文件呢,有80页 我呢,看到第五页的时候,看到一段的时候呢 就被他里面的内容有点吓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里说的是2016年的11月25号 就是这个趋势这个公司呢 他和一个叫陈空华的人 双方签署了一个协议 在这个协议里呢,一方出售 另一方购买 购买的东西呢,就是一个叫做天网卫星数据有限公司 他所发行的所有的股份 那么第二段他又讲这个天网卫星数据有限公司 这个公司从名字本身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 他的经营项目呢,应该是比较敏感的 那么这个公司呢,他是和另外两个公司 一个呢,叫做资产管理的公司 另外一个呢,是一个资金的合伙的有限公司 这三方,他们联合起来作为其中一方 和另外对家是谁呢 是在杜拜的一个通讯公司 那么这双方呢,签了一个异项书 那么这个异项书说的是 就是前面的这三家合伙的公司呢 要在杜拜的那个通讯公司呢 做投资 然后他同时又说这个天网这个公司 天网卫星数据有限公司 说他呢,也和另外一个叫SRT Wireless LLC 简称SRTW这个公司呢 签署了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说的是什么呢 SRTW授权天网公司 作为在中国的独家代理 做什么呢 做卫星通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那大家听的可能有点乱 实际上呢,就是中国趋势 也就是向心名下的这家公司呢 他先是透过收购天网卫星数据有限公司 收购他这个公司的全部的股份 然后呢,再透过这个天网卫星数据有限公司 和另外两家公司的合作呢 最终他是想达成收购 在杜拜的这家通讯公司的目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收购实际上 在当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并做了相应的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 2017年的1月13号 就有一篇相关的报道说 中国的一家公司 实际上他后面点名了 就是趋势有限公司 那么他是出资去打算收购 位于杜拜的这家通讯公司 那这里面他还特别强调了 就是中国趋势呢 他对于这个收购 他是有一些担心的 其中的一个担心就是美国的国际武器贸易条例 因为他担心这个呢 可能是通不过 就是美国的这个条例的相关的规定 因为他这里面实际上涉及 也就是杜拜这个通讯公司的两颗卫星呢 他实际上都是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的波音公司的产品 这就让我想起了华为的孟晚舟案 我们知道那个案子呢 他实际上就是华为为了规避美国的 对伊朗的武器禁运 所以呢 华为在这些可能相关的交易上 就对银行做了一些不实的陈述 那么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向心的中国趋势公司 他在收购位于杜拜的通讯公司 因为这个公司他有一些美国的产品 所以他也有这样的一些担忧 所以现在我们反过头来看王立强这个案子 王立强他在澳大利亚的媒体曝光的时间点是22号 而那个时候现在我们知道 向心夫妇已经到了台湾 也就是可以说是在五眼联盟 或者他们的一些合作伙伴的掌控范围之内 所以呢这澳大利亚这边去曝光 然后向心在这边呢就被捕 所以看起来呢 这一切都是在计划当中步步为营的 我在网上甚至看到有的人说 王立强他并不是主动投诚 而是他已经被诱补的 当然我对这个说法呢 还是存疑 因为看不到任何事实的证据 但是现在看来 觉得除了我上一集在第四集里面提出的就是 王立强这个案子已经呈现出跟孟晚舟案有一些相同的模式 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已经看到了更多的相似的模式 再有一点呢是在这一段的结尾处 位于香港的那家天网卫星数据有限公司 他呢是和一个缩写为SRTW的公司 签署了一个就是独家代理的这么一个授权协议书 那么他就获得了在中国生产销售 那家公司的也就是SRTW公司的卫星通讯产品的这个独家销售代理权 那么为什么我要说到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呢 因为首先这个SkyNet 如果我们在网上去搜索一下SkyNet和China的话 我们获得的搜索结果基本上全都是大陆的这个天网的监控设备 所以这个就很耸人听闻 也就是说在向心的他名下的这个公司 中国趋势的公司里面他披露 也就是我们知道后来向心的中国趋势 确实就已经收购了这个天网卫星数据公司 而这个公司呢 它又是跟中国的整个天网监控系统又是密切相关的 最关键的是后面 这个SRTWireless LLC 这个公司呢是美国的一家公司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公司的他的创始人 在他的简历里面他就讲 他是怎么样啊 He has instructed at US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facilities 看到了吗 所以他是跟美国的政府和军方有密切合作的 而这样一个有跟美国政府和军方有密切合作的公司呢 却也是授权了中国的就是由向心控制的这家公司呢 授权他在中国去独家代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之前我们谈到中美贸易的时候 说中美贸易存在了一个经济上的脱钩问题 但是中方就说中美贸易已经是就是互相交错 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整个军方情报 很多系统也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大家觉得这出谍战剧往下该怎么演呢 好今天内容先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拜拜